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这一系列课程 这一系列课程我们来到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十四讲 也就是我们的第五个功能点后端的一个API 这一系列有哪些知识点呢 这一系列的知识点的话主要是以下几个点 看一下,第一个是Advanced Realty Client 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库NEDB 第三个呢是ExpressGWT这样一个第三方包 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简易的一个Token的一个认证 之后才是我们的这个登录的一个API的一个实现 那这几个有什么关系呢 我可以在这里先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呢是一个API的一个测试工具 是一个Chrome插件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看一下 Losec的一个数据库 第三个呢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的这个Token认证而 而选择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插件 这个呢其实从这个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本身呢是一个Express的一个插件 当然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的话还有一部分是这个UI的一些没有完全的一个完善 那这块内容的话我们就放到这个前后端联合的时候我们再去完成了 现在的话我们来把这个API的这一块功能给先给座椅做出来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插件的使用 我们看一下这个插件的话我这里已经打包好了 为什么我这里是这样一个打包呢 其实如果方便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再怎么做呢 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扩展程序里面去浏览这个一个网上商店 然后去搜索这个名字就可以安装了 但实际上呢这个网站的话我们没法打开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有办法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样一个插件 所以说我们先给它解压 好一定要记住这个步子怎么去使用的 我们放这儿来 解压之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第一个这个呢是它必须的一个定义的一个文件 一个jason 然后这里面的话这两个是它的一个安装文件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解压的好的一个文件 我们看我们可以怎么来装这个内容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crx拖过来 看一下 拖过来之后 就它就提示我们说什么呢 只能通过网上商店去添加 那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了 说明这个情况没法用 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要启用开发者模式 这样才能够去加载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做呢 我们还可以加载已经解压的这样一个扩展程序 这个时候哪个是解压好的呢 就是这个3.1.9 这个0 这里面其实就是我们解压好的一个扩展程序了 所以呢我们直接可以拖过来看一下 拖放已安装 注意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 看一下 无法加载来源的一个程序 就说什么呢 我们没法加载好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看它的一个错误信息 它就说我们的这个 Metadata这样一个名字 以这个下滑线打头 是系统用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 把它这个下滑线给去掉 这样的话就没有系统用的东西 你看它是去请求了这样一个 Jason这样一个文件 但实际上呢 请求不到 请求不到怎么办 请求不到的话 它就让我们自己可以去手动添加 好 这个时候注意了 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这样一个 define 这样一个定义文件吧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文件选择 好 选择一下 就是它 打开 现在是不是就进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安装好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快速的进来 进来之后 要测试怎么测试呢 我们直接可以 访问一下百度的一个网站 看能不能拿着大东西 好 我们去访问百度 然后用get请求 什么都不传 好 请求成功 看一下请求成功 然后也响应了 说明我们这个工具已经安装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工具的一个使用 好 我们再来看后面的那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数据库 nedb nedb是什么东西呢 看一下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它是一个数据库 它的官网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 先把它的官网给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 先不说这儿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一个特点 它呢是一个文件型的一个数据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的可以去使用它 就是说不需要启动第三方的任何服务 一般来说我们使用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安装好数据库 然后呢 再启动服务之后才可以去连接来使用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只需要引用它这样一个包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它是一个no cycle数据库 什么意思呢 它不是这样一个关系型的一个数据库 它其实呢是一个json存储的一个文件型的一个数据库 好 第三个呢 它的API呢是一个mangodb的一个子集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当我们以后要换到mangodb的这个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用改这样一个数据访问层 我们只需要把数据链接改成这个mangodb的 那么就可以同样使用了 因为它的两者的API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needb的API呢 它是mangodb的一个子集 就是说是它的一部分 所以这几个呢 是它的一个我们选用它的一个特点 好 这可以看一下 当然它的star也是非常多的 needb它是一个js的一个数据库 你看它是一个mangodb的一个子集 然后是非常快速的 好 你看它的API也是非常简单 当我们要创建数据 使用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呢 引入它 然后呢 用一个datastore 那么就可以了 这个API我们待会用到的时候再来详细的去解释 现在呢 我们只需要记得我们会使用这样一个数据库 那么就OK了 第三个呢 那是我们这个expressjwt jwt jwt什么意思呢 同样我们也把它的网站打开 很多我们这个load的这些包 其实它都是在这个gethub上进行一个开源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找很多东西 你看一下这个什么叫jwt呢 就是说jsonweb token 那么它的简称就是jwt 所以我们这儿呢用的是expressjwt 具体应该怎么用 看一下 这里都已经写好 写得明明白白的 到时候我们就直接按照它的用法去用就好了 好 这是这一个 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token认证 在说token认证之前 我们就要先把这个代码给搭建起来 然后再来说我们这个token认证应该怎么做 好 在这个express的这个结构里面的话 我们的一般的做法就是一个config文件 一个labs文件 一个labs 这里面呢我们还有个什么文件呢 叫biz 当然我们可以考虑它是一个复数 可以让它加一个biz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业务层 这里面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说我们的labs里面的这个路由 也就是我们的controller层 然后去访问我们的这个biz 这里面这一层里面的内容 那么就可以达到一个分层的一个目的 这个里面呢是有点 因为我有点这个csharp的这样一个分层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好 这里的话我们既然要使用我们的db 所以说我们要先来做我们的db的一个安装 看一下 这边我们还做了依赖就只有这么几个 其实也能跑起来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来进行一个安装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做 好我们来新建一个gap的一个任务 当然 gapfile task task可以默认 参数也可以不要 好 就这样就好了 应该新建 不是说直接空白就就可以了 好 看一下 这样当我们执行gap的时候 它就能够直接跑起来 进程id也有了 当然 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的一个启动起来 是建设的哪个地方呢 建设的是我们这个port 这个port是 config 这个port是多少 我们可以在那里 怎么呢 写一个port 好 7410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来做一个测试 nocohost7410 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有响应了 所以我们这个服务已经搭建好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既然要使用数据库 我们就要先来安装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进行一个安装 当然我们也可以重新选择 当然我们也可以重新选择 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nedb 所以呢 这个地方也就是npm is still nedb 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用什么呢 应该用save save c5和c5dev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们这个c5参数的话 它是写在我们的这个内容里面的 就是说我们在发运行的时候是需要依赖的 就是这个 这一块叫依赖 然后c5dev的就是它会写在我们这一块的这边里面 这几个呢是在运行的时候程序运行是不需要依赖这个的 这个呢只是我们在开发的一个过程中 帮助我们更快更好的一个进行开发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是放在这个开发依赖的 developed dependencies 其实从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 好 所以这里就应该这样去安装一个 当然我们可以不用save和c5dev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纯粹的一个安装 安装到这之后 那么它就没有分这个开发和这个运行时的一个依赖 那这个有什么坏处呢 就是当我们在发版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好分辨 不太好分辨 有可能会把这些东西都全部装起来 其实是没必要的 所以呢除了我们要做了一些区分 好 这个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有可能会慢一些 所以我们只能让它慢慢跑着 好 除了nedb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expressgwt 这个我们就先不慌 我们先来把这个数据访问的这一层 先给处理起来 先给搭建起来 好 这里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就是在这个labs里面我们需要建一个db这样一个对象 好 据代码怎么写呢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引入这样我们的这样一个nedb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nedb先引入 引入之后怎么做呢 引入之后我们还需要读取我们的这样一个配置文件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配置文件给给引入 看一下路径 第二这个斜杆呢表示当前路径往回推就退到了这个src这个路径下 然后我们的config呢就是在src下面的config目录下的config.js这样一个文件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创建好了我们的一个引用 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就算有db那我们既然是文件型的一个数据库 那很明显我们肯定有一个叫什么呢dbpass 那这个地方从哪来读呢 很明显我们引入config就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他读的是什么config里面的一个dbpass 所以这边就要填充一个什么呢dbpass是多少呢 这个地方很好解决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database这样一个目录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写好database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database像一个目录 当然不见也是ok的 好这样子之后我们这边就已经 db这里已经配好了 现在的话就应该来加载数据库了 去哪加载数据库呢 看一下这怎么删掉了 好这儿 既然是这样一个nedb的用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儿可以直接写一个user 它呢是等于6一个datastore 注意了 这边的参数的话应该是我们的dbpass 然后呢加上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数据库的文件的一个名称 用了db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从哪儿得到的结果呢 是参考这个地方 vardatastore等于requel 然后db等于new一个 然后看一下file name 我们可以直接指定一个file name 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指定 指定它的这个outload等于tool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的参数去做 另外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看一下 其实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先用的是这一种 然后再去load一次 所以呢这我们其实可以改一下 第一种就是说我们先 然后再去load 或者说我们直接使用这种方式 autload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需要new一个datastore 然后呢autload 那么这呢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呢两者都是可行的 注意看这个node database 没错 好其实我们可以任意的注销一个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来一个导出 exports 这个地方我们推荐用的是module.exports 等于db 好现在的话我们就导出了这样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这个数据访问层 在这里来说就已经实现好了 我们看那边下载好没有 好这边已经下载好了 我们就来安装我们的第二个 boxexpressgwt 你看一下这个呢实现c5就好了 同样的功能 好那我们这边db这一块就已经完成了 当然db完成之后我们肯定要做一个测试 怎么来测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引入我们的一个db 所以呢requail 注意了你看一下我们这个API的这个路径 API这个路径在哪呢 在roads里面 所以说我们先本地目录 然后往回退一个 然后nive下面的一个db 好找到之后我们可以在这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insert这个对象 test 好代用1 好注意了 好注意了 是Coffee insert之后 users 为什么要这样去写 我们打规矩看API 既然我们叫insert数据 所以说我们应该用这样的一个写法 db db insert 当然它的这个db跟我们的那个db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db实际上是dbdn user 是有多个的处理的 所以说 第一个是 arrow 第二个是newdoc 你看我们当我们插入一个数组的时候 它就应该是newdocs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需要我们直接插入 好 这个呢既然是我们的insert 所以说我们就按照这个用法 用法去用db.users.insert 这个就是test 第一个呢是 eser 好 这里我们就要判断了 next as return if as 如果有如果有错误 那么就先返回 接下来呢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呢 console user这个对象 看是不是插入成功 然后呢 再来 send 好 这里我们就直接用这样的写法 我们返回json user 好 现在我们来测一下这样的一个警求 好 这个 从这边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测呢 看一下这个请求是fa code 这个router实际上在这边的话 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 到底是什么类型什么东西 所以这边安装好了我们就关掉 既然 又是fci 又是又是我们的fa code 所以说我们对应的一个地址就应该是fci 然后fa code 给请求看一下test1 然后有一个id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内容就已经 我们刚刚设定的内容就已经创建好了 这个id是他自己生成的一个主件 好这个我们就不关心他 好所以我们这边是有效的 好接着看 好接着看 既然是有效的我们就可以不去处理他了 看一下 我们除了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做哪些的哪些个api呢 想一想 其实在这里了我们可以考虑把我们这个fci 拆分成多个 比如我们这边叫什么user 当然他的写法也就跟这边api是一样的 看一下 你是不是就这样一个几个写法 先用他原生的 然后再来实力化一个 然后呢 就是我们rote.get 好test 这里我们如果觉得他是最后一个我们就完全可以不需要设置我们这个list这个参数好直接返回一个值 这样还回的话我们要怎么来启动他呢 同样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注意看app里面去引入就好了 好这个是api rote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user rote rote 然后这边呢用user 我们除了这样去写之外 我们还可以再绑定一个api 然后绑到user上面去 这样的做法是有用的吗 我们可以测一测 好看一下这已经报错了 停掉重新来一下就好 好看一下有问题 问题在哪呢 好 好看一下 他说需要一个方形而不是一个对象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这个user这个里面没有写完 我们需要 module.export 我们需要把rote进行一个导出 那么这样才是可用的 好看一下已经跑起来了 跑起来之后我们就加一个测试 api test 看一下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我们这边是完全ok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用法就应该采用这样一种做法去 进行一个隔离 而不是说一次性就整个的 就全部用它了 好再切回来完成这边的一个hp 这个userapi 这个userapi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从UI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 一个是 登录一个是注册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有一个 user 什么呢 logan 既然是logan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怎么用什么请求 post请求 另外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应该是user 然后 register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一个原理 好我们要完成的就是这两个api 我们这边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话也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做呢 考虑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body里面要拿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 然后呢写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去 那么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儿可以这样来写postdata等于body 如果这个postdata有 你看如果没有postdata或者说没有postdata点什么呢 usual name或者说没有postdata点password 这几个条件都没有 那我们整个怎么做 应该return一个next to 这个地方什么做呢 就是说这个信息不够 让他自己去提借一个注册信息回来 之后呢咱来做我们这个正确的一个逻辑 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数据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改一下用body 这样子是为了让他进行简短一点 然后在这儿呢 这样正常之后 我们就应该采用一个postdata 它呢是一个对象 当然有两个属性 user name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body user name 然后password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password 好设置好之后我们就应该用什么呢 传数据库了 这个地方注意了 我们这边数据库已经 这儿已经引入了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存储了 db.users.insert 好 insert什么呢 postdata 这个地方第一个是 arrow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user 考虑一下我们这边直接存 那么这个数据就够了吗 很明显是不够的 所以这里我们还需要加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这个token 或者说express time 过期时间 好这个单词 express time 好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随便写一个determinedit.now 好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多一些属性插进去 当然是否可用这些我们就不考虑了 我们这儿只是简化简化的实现一下 插入之后我们就要判断了 retair一个next arrow 如果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直接将它返回 看一下 当然我们这里就需要有一个next这样一个代码 如果有问题就直接返回 否则的话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呢 注册成功 我们就直接给它返回一个to 或者说返回一个值 表示注册成功 好 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用一个json 返回一个to 那我们就表示成功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注册的这个逻辑 我们跑起来了 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这个register 有没有这样一个代码 看起来啊 这儿我们可以测试 api userregister 好 post 直接访问 看一下 当我们直接访问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arrow 这个arrow 我们这个有一个编码问题 怎么看呢 这里我们要稍微设置一下它这个编码问题 编码是在我们的这个editors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看编码 编码肯定是encoding 所以我们直接搜出来就可以了 看一下 我们直接把它改成utf8 然后这边也改一下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utf8 当然我们得用convert 好 创建好之后我们再来请求一次 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请求出错信息没有提交 所以它就出错了 当然这里我们应该选json 我们来提交一个数据看一下 user name 然后呢是我们的password 注意了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出错 看一下 他说我们这个是解不出来的 其实呢 那他这边我们都如果要提交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全部需要用双引号这样一个标准格式来做 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数据 然后提交的时候 注意看 现在显示 not found 我们的 我们得看一下这个not found出自哪个地方 如果我们这边有个有错误 比如password2没有 看其实是对的 但是当我们成功之后 它会直接走到not found 它会直接走到not found 好 这我们就要小心一点了 看 得看一下我们这边哪个地方有这样一个错误 这个地方怎么看呢 if有user 所以说抽到nextarrow 很明显我们这边已经走到这样一个arrow这个地方去了 因为我们这个user是有值的 所以这个是这个地方写错了 好 看一下 再来 没有响应 什么原因呢 没有响应就证明这边启动失败了 他说什么什么情况呢 是我们 is join 不是一个方法 很明显我们这写错了 是json 好 看一下 好 好 出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们这边已经执行成功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appsi的话就已经简单的一个完成了 当然 从这样来看我们这个层次关系是不是显得比较弱 因为我们 又是user 又在这个root里面就直接写到这样一个逻辑 其实这样的话是不太好的 我们真正的一个做法是把这个逻辑提到哪去呢 提到我们上边这个userbiz里面去 这里面要怎么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他就是帮我们处理这样一个逻辑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 也就是 使用这个 然后呢把那边的代码进行一个搬 搬过来就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就叫register 好 当然我们的逻辑就应该是这边的这样一个逻辑 整个的搬过来 好 当然这个list我们用到了 所以说我们的还是得放在这里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register 最后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export export register 就一直我们保定到我们这个register方法上面来 然后这边user这个地方应该怎么用呢 这个地方就直接是userbiz 或者说container之类的类型 或者说container之类的类型 然后呢使用我们requare 注意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退一个 然后呢找到bizs 然后呢找到biz 好 这样之后我们这边的一个情求就变成什么样子的呢 变成了user.register 当然我们是绑定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表示了一个 请求的一个 这里我们写个注释 export export 好 我们看这样的代码有没有问题呢 同样的直接跑一跑 好没问题 这里呢我们就不去做什么 那个登录式的一个验证之类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里面有这样一个用户 那么再注册 那么就无效了 其实这里也可以做的 怎么做呢 也就在这里做 这里我们可以写什么 valid user excites 如果验证用户用户有 这里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打规矩还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当然这里面就要做查询了 db.users看一下这里应该怎么做呢 find 看这个API API里面的这个查询的话是这边 如果我们要查询就应该是find 其实我们这儿只需要查什么呢 查一个 所以我们就直接find1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就能查到第一个 所以说我们直接用find1 然后对象里面就应该是什么呢 user name 当我们的这个user name 等于这个body.user name 如果有 如果找到这样一个对象 如果找得到 看这个毁掉 是怎么写的 第一个也是arrow 第二个是doc 老规矩 ease user 注意到这边的毁掉相对还是有一些 但是不是很深 因为这样可以分布去执行 同样的错误 我们需要一起处理 如果有错误 我们就直接return掉 现在处理正常逻辑 如果有user 如果有user 那我们就直接怎么做呢 直接说找到了 否则的话我们就直接下一步 当然直接说找到了 我们就需要return掉 如果有一些就是什么呢 用户已注册 无法再次注册 否则就next 那这样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这边的一个验证 就应该放到上面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会先使用 所以我们这儿先来做这个判断 这边因为上面已经校验过了 所以上面就不用再去校验了 所以这样子的请求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要用 应该怎么用呢 同样的 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在user这个地方 就可以判断了 这样为了好看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写法 userbiz.com 好 它会一步一步往下走 当然可以括号 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来测一下 当我们注册这个username11的时候 他又提示什么呢 提示我们用户已经注册 无法再次注册了 当然我们换一个用户名 他说我们的body没有定义 这个地方看一下body没有定义 body没有定义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这边的body没有定义 好 所以呢 我们这边还是得有这一句 当然下来还可以把这两个进行简化 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body 好 这边就可以简化一点的 直接是body 然后这边body得recode body 好的 没问题 这样我们再来试 还是有 既然这样我们就只能重新去启用 来测一下 好 出第二次用户已注册 无法再次注册 再点 都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的api 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好 那么这几个内容 那么就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剩下的内容没做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expressGWT这个包还没有使用 就是我们这个token认证也没有做到 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做这个注册的一个api 那么登录的api 现在我们就下几个来完成 之后呢 也就是有一个客户任务 完成用户登录的一个api接口 其实我这边呢 已经做好了这个注册的这个接口 那么登录接口 模仿来实现 就比较容易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几个的内容 我们下几个再继续